第五十三回 昨天說到趙毛記被人審了一輪之後 人家就同意他留下了 於是唐厥又試送回他那領樓仔 臨走的時候 唐厥就蒙了雙眼對趙毛記說 老祖宗對你印象很好啊 還認為你說的那些全部都是真話 所以才讓你留下 就是這樣了 說完唐厥就走了 趙毛記即時好像麵包乾掉下水一樣 全身鬆了 要騙得過一個做到阿嬤的伯爺婆 真是不容易的 騙得到上官印就更加難了 可能因為上官印發夢都想不到趙毛記夠膽來唐家寶 又可能因為趙毛記的聲音容貌的確已經變了 所以認不出 趙毛記唯有這樣想 因為他既不相信運氣 也想不出其他的理由 他很想見一見上官印是不是也都變了 可惜他什麼都看不到 他只記得那個地方是個很大的廳堂 除了唐厥和上官印之外 所以起碼還有十幾個人在裏頭 這十幾個人裏頭 不用審 都是唐家的高層人物 那些地方 不用問阿貴都是大家認為的花園 也很可能是唐家法號司令的機密地方 去的時候 他被唐厥點了歲月 唐厥的點月手法真是很準很重 點到他真是沒有了感覺 不過回來的時候 唐厥對他客氣很多 只不過是用一條黑布來蒙著他對眼 而且還用一頂滑桿之類的腳抬他回來 他雖然看不到走出來的路是怎樣 但可以感覺到 從他住這座樓到那裡 一共走了一千七百八十三步 雖然是人家走 不過他數著 從那裡回來 一路是落斜路 有三處石級 一共九十九級 經過一個花圃 一片樹林 還經過一條小溪 因為他聞到花香和樹木的氣味 也聽到泉水的聲音 經過泉水的時候 他還聞到一種消石流氓的味道 看似是溫泉 四川地底熱很多地方都有溫泉 現在唐厥走了之後 趙武記推開窗口 於是就見到他正經過那片樹林 出了樹林向右轉 走上一處有三十八級石級 再轉過一個種滿了月櫃 卓藥山茶和卯丹的花圃 就一定是溫泉 一到了溫泉 距離他們剛才說的文化地方 就不會太遠 趙武記相信 自己一定可以找回那個地方 一路上當然會有暗哨警衛之旅 不過現在已經這麼晚了 警惕性一定沒有這麼高 何況他今天才到 人家就算懷疑他 也絕對想不到他今晚會動手 趙武記所以認為今晚是他的機會 以後未必會有這麼好的機會 所以他決定開始動手 他的窗口外面就是那片樹林 窗門離地下不會超過三象那麼高 不過他沒有從窗口跳下去 因為如果有人監視著他 最留意的就是這個窗口 所以他寧願走門口走樓梯 就算被人發現 他可以解釋說 把身床不習慣睡不著 想出去走走走 他已經學會 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和自己留一條退路 門外面有一條走廊 另外還有三間房 但是房門都是關著的 不知道裡面有沒有人住 看來這裡一定是唐家接待賓客的客房 郭卓兒都可能住在這裡 不過趙毛記又不想找他 他不可以被唐家的任何一個人 看出他們是朋友關係 這樣也等於為自己留多一條退路 走出門口 等樓外面果然沒有警衛 樹林裡頭也看不出有什麼暗哨埋伏 近年來江湖中已經沒有人敢侵犯唐家寶 過慣了太平日子的人 真是很容易有疏忽大意 何況這裡已經接近唐家的心臟 一般人根本進不來這一區 但是趙毛記都沒有大安主義 那片樹林也挺大的 以他估計要走四百一十三步才走得完 就算有多少出入也不會差很遠 相差絕對不會超過三十步 他計準方向走四百一十三步 但是前面還是密密麻麻的樹林 他又試走三十步 樹林還是密密麻麻的 那他又再走五十步 還是密密麻麻的 趙毛記真是一壓汗 這片樹林竟然好像無邊無際 難道樹林裡頭有什麼奇門遁甲之類的埋伏 他又看不出 那些樹很密 連星光也照不到下來 於是趙毛記決定上樹頂看看 這樣就錯了 有時候一步走錯 就步步都錯了 趙毛記是這樣想的 如果樹林沒有埋伏 那樹尾更加不會有 這種推理通常都很合理 很對的 大多數人都會這樣想 不過偏偏就錯了 趙毛記一上樹頂就知道自己錯了 但是拋不回 突然之間 見到寒光一閃 火星四射 有支奇花火箭極射上天 同時 有兩排弓箭射過來 他可以再跳落地 從原路退出去 不過他沒有這樣做 他想 他的行蹤一路 附近的埋伏一定齊齊出動 本來很安全的樹林 現在一定處處殺機 如果出得到這片樹林 就可能反為安全一點 都未定 所以 他決定從樹頂跳過去 駁一駁都要 那麼 那些箭已經射到Felife 他就沒有轉頭看 這樣一眼 就跳過幾棵樹 還沒有站定 又有一排箭射到了 他一縮 那些箭就跟他頭殼頂飛過 他聽不到有渴聲 也看不到有一個人影 但是周圍都報滿殺機 那看來太平的日子 一點都沒有令唐家寶的防範疏忽 唐家力久不衰的明星 就不是囂幸得回來的 趙毛記從樹頂那裡看過去 這片樹林就不是沒有盡頭的 樹林前面那裡是一塊空地 三十丈之外 有個地方可以躲下 但是要穿過這一塊三十丈左右的空地 就很難說不暴露自己 一暴露自己 那些箭就真的不跟你說玩笑 就在趙毛記進退兩難的時候 樹頂那裡突然之間 又有一條人影飆起 身形比趙毛記還快很多 動作更加快 有些弓箭射過去 他隨手一發就發落了 身形幾下起落 已經在十丈之外 咦 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這個人故意在暴露自己 那就是要幫趙毛記引起一些埋伏 即是這個人是趙毛記的朋友 趙毛記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郭卓兒 除了郭卓兒就沒有其他人 不過他沒有空去想 那整個人一嘴 平沙落眼 焰子三抄水 飛鳥頭臨連續變了三種生髮 他就穿過那塊空地 進了個花圃那裡 他捕在一塊月桂花下面 接著 聽到很多腳捕聲跑過 即是說 那個人已經幫他引開那些埋伏 但是 這裡並非九樓之地 怎麼辦呢 向哪邊走才好呢 走得好就好 走錯方向真是苦過弟弟 誰知道 誰知道就在這時候 他突然之間 看到有一棵月桂花在移 移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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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 而開之後當然有個洞 洞裡頭 竟然扯了一個人頭出來 這個頭髮 頭髮就亂七八糟 而且有些花白的 趙毛記嚇了驚 還沒看清這個人的樣子 這個人就問說 是不是唐家的人要抓來啊 嗯 快點進來 快點進來啊 講完 這個人頭就縮進去了 客奇了 這個人是誰呢 怎麼會突然之間從地底下捐出來呢 為什麼要趙毛記跟他進去的地洞 地洞裡頭究竟有什麼秘密啊 趙毛記想不通 也都沒時間想了 他又是聽到有一股腳步聲 只是向他這邊跑過來的 他還聽到唐缺把聲 他就唯有立刻躲進這個洞裡 這個洞裡頭 原來有一條好深的地道 趙毛記一捐進去 立刻用那棵月桂花蓋回洞口 蓋回後 裡面的武光就黑媽媽伸手不敬五指 趙毛記摸著兩邊牆一路捐進去 前一邊的人排得比方慢 他可能 같아 就可以爬下去 他的腳就響響響響響嗅 後來趙毛記才知道 這個人的手腳都被鐵鏈鎖住 是一種用利刀都斬不斷 的鐵鏈 Ihnen 咦藉 这是不是唐家的人呢 如果是唐家的人,那怎會被人用鐵鏈鎖住,困在地底呢? 如果他不是唐家的人,那又是誰呢?怎會躲在這裏呢? 這條地道也挺長的 爛了一會兒,趙毛記覺得本來很寒冷的地道漸漸變得暖 還隱隱約約聽到有些泉水聲,看怕這條地道附近是溫泉 又是爛了一會兒,他聽到前面的老人說到了 到了什麼地方呢?這裏還是沒有燈沒有光,趙毛記什麼都看不到 不過他已經可以整個人站起來了,而且感覺到這地方幾乎落下 老人又說,這裏就是我的家了 趙毛記勾穿頭皮也想不明白,這個老人的家怎麼會在地底呢? 不知道是他不敢見人,還是不能見人,還是有人讓他見人呢? 這裏是唐家寶,如果他不是唐家的人,他的家怎麼會在唐家寶呢? 這個老人的聲音是很沉沉沙瓦的,似乎肚子裡有很多東西 趙毛記有很多問題要問他,怎麼知道,他先問趙毛記 你有沒有帶到火鍊火石? 沒有啊,這裏是你的家,你應該有這些東西才是 我要來幹什麼? 拿來點燈? 我用什麼點燈? 你從來不點燈的? 我從來都不點燈,這裏不點得燈的 趙毛記打個凸,心想,這個人長年累月地生活在這種暗無天日的地底,還算是人嗎? 老人又問,你是什麼人?怎麼會來這裡? 你找唐家是不是有什麼仇口? 他連氣問了三個問題,趙毛記一個都沒有回答他 那個老人又問,你為什麼不說話? 因為我見不到你,我不會跟一個見不到的人說話 哼,如果你聰明的,你怕會想到,我是個盲人 你見不到我,我也見不到你,很公平而已 趙毛記不說話 趙毛記不說話 那老人見他不說話,也不說話 因為他看死你一個年輕人 被他神秘的白爺公帶來個這樣的地方 我就不信你忍得住不說話 遲早你都忍不住 但是這個白爺公怎麼都想不到,趙毛記這個年輕人不跟別的年輕人 他很沉得住氣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老人反而忍不住了 他說 我好佩服你,你很厲害啊 我看你殺到唐家有仇的 你居然進得到唐家堡 我居然夠膽來唐家堡的禁區這裡詞探 只是這一下就已經很厲害了 到了這種地步,你居然還沉得住氣 你居然看死我這裡實有燈火的 如果你居然都不開聲 我就居然會點燈的了 是嗎 哈哈哈哈 學你這樣的年輕人真是難得 我好需要你這樣的朋友啊 趙毛記還沒有回答他 任由這個老人說什麼都好 他就借了龍耳診日耳蓋 等了兩等 嘻嘻 老人點燈了 是一盞做得很漂亮的水晶燈 有燈罩,颱風也打不懂那種 老人點燈的時候真的很謹慎 因為原來這個地方周圍都擺滿了硫磺、燒石、火藥、辣襯死人 點著燈之後呢 趙毛記看到老人坐在一張很大的桌後面 桌上擺滿了趙毛記從來都未見過的用具 有些好像銀針一樣 有些像喉管 有些像龍眼 有些彎彎曲曲好像豬腸一樣 有些直筆整條棍子一樣 地底又不用擺滿到很潮濕 除了這張桌之外 角落頭那裡還擺滿一張床 這個老人就像老鼠一樣在地下室生活 他手腳都被人用一條很粗的鐵鏈來鎖住 他臉是因為潮濕,生到一塊鐵鏈 整股臭鎚 怕車有整年都未沖過糧 穿得爛身爛細整個乞衣這樣 不過他的神情動作又很牙策 照毛記再看他那雙手 見到他的雙手很乾淨很穩定 這樣一個人難生難世,冤崩難臭 對手保養得這麼好的人 真的不多見 老人又問話 現在你已經見到我了 現在你便可以說話了吧 你是誰 你是誰 趙毛記本來不想問這個問題 但是忍不住又要問 因為他突然之間有一種很奇怪的想法 不但很奇怪,而且很令人害怕 老人被他一句話問到疾了 他說 我是誰 我是誰 是誰 是誰 我知道你是誰 你姓雷 你姓雷 是嗎 你是雷震天 是嗎 老人一聽,整個人好像被針刺了一下 過了很久很久才說 沒有錯 我就是雷震天 各位 江南雷家以獨門火藥暗器成名 亦都是以火藥暗器發達的 至今已經有兩百年的歷史了 兩百年來江湖中的變化很大 唯獨他們的明星始終保持得很響 江南霹靡堂 不但威震武林勢力洪厚 而且亦都是江湖中有名的富豪 那雷家的子弟無論去到哪都很受歡迎 很得人尊重 尤其這一代唐主雷震天 不但文武相傳是紅材大略 而且是江湖中有名的美男子 咦?這個還瞎過孟炳、骯髒過黑衣的老人 竟然會是江南霹靡堂的唐主雷震天 你說有沒有搞錯 說出去都沒有人相信 但是趙無忌他相信 他早就想到這一層了 霹靡堂和唐家聯盟之後 結局是可想而知的 唐家的財富和權勢 又怎麼到其他人去分享 你結盟之後 霹靡堂的財富和權勢 就會變成唐家的狼中物 你雷震天 即是沒有了利用的價值 唐家一定會過橋抽板 打完齋又不要和賞 現在不殺你 留下這條命也算你好運 趙武記問說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是不是唐家的人出賣了你 嗯 他們為什麼又沒有殺你呢 因為我還有這對手啊 雷震天伸出手 他的手很穩定很靈活和很有力 他說 只要我還有這對手 他們就不會殺我 各位 為什麼雷震天 因為有這麼好的手 唐家就不敢殺他呢 明天再說了 明天再說了